在其中一段影片中,史蒂芬躲进一个棕熊的洞穴 洞口则有一只棕熊探头探脑,似乎打算进入 棕熊徘徊在洞外,不时伸头查看,试图进洞 史蒂芬一番大胆举动,竟然走出了洞穴 不少网红为了追求点击率,常常做出极具风险的行为 在我压百万粉丝网红史蒂芬·杨克维奇 史蒂芬·曾克维克最近一系列惊险影片引发乐意 他为了吸引眼球,冒险与棕熊进行近距离接触 不仅让粉丝震惊,也引来了大量批评 在其中一段影片中,史蒂芬躲进一个棕熊的洞穴 洞口则有一只棕熊探头探脑,似乎打算进入 棕熊徘徊在洞外,不时伸头查看,试图进洞 史蒂芬一番大胆举动,竟然走出了洞穴 与这头棕熊警惧指齿 虽然棕熊没有立即攻击,但场面惊险万分 影片一出,网友纷纷谴责这种冒险行为 有人直言,这么愚蠢的事也能做得出来 接着,史蒂芬又发布了一段名为你无处可逃的影片 讲述他爬上树躲避棕熊的经历 他在影片中解释说,棕熊正在树下等我 还有另一只棕熊一起出现了 经过一番惊险的等待,棕熊终于离开 史蒂芬才得以脱险 这些惊险场景虽吸引了大量点击量 但也让网友们怒火中烧,批评他拿生命开玩笑 更让人意味的是,史蒂芬随后分享了一段影片 展示他和棕熊的友好互动 影片中,这头棕熊乖巧地从他手中接过食物 甚至还从他嘴里取走水果 让不少观众惊得目瞪口呆 史蒂芬自称他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这一情节让网友们既惊讶又担心 有人嘲讽,这只熊肯定早就认识他 否则他的头早就被拍扁了 尽管这些影片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但网友的批评也接种而至 很多人指责他为了流量不顾个人安全 这种极端行为可能会误导其他人效仿 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有网友之言 这类冒险行为根本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大家对网红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B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迦勒佛也表示 将会收集不良行为的相关证据 与影像后报警依法处理 并强调对此行为将严正看待 面对重怒 詹姆士于28日晚间 在IG发布道歉影片 与同行摄影师一起向全联 佳乐福以及广大网友表达歉意 近日 Instagram网红詹姆士 因在全联及佳乐福卖场内 擅自开封食品饮料并试吃后 放回架上的行为 引发社会广泛谴责 这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仅违反公共道德 也严重影响了卖场的商誉 和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全联及佳乐福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宣布将对詹姆士提起法律诉讼 并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和解 卖场方面强调 为了维护卖场秩序与安全 提供顾客安心的购物环境 他们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迦勒福也表示将会收集不良行为的相关证据 与影像后报警依法处理 并强调对此行为将严正看待 面对重怒 詹姆士于28日晚间在IG发布道歉影片 与同行摄影师一起向全联 迦勒福以及广大网友表达歉意 他表示 先前在全联 迦勒福拍摄的不当行为 握导观众及影响到店家的商誉问题 对此表示歉意 他也声称已经和全联 迦勒福分店联系过 并为此道歉 并强调所使用过的东西都是有结账的 呼吁网友不要再断章取义 然而 网友对于詹姆士的道歉反应冷淡 许多人表示不接受其道歉 并认为他的行为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社会各界呼吁 应对此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言成 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此外 律师赖燕杰指出 即使詹姆士最终完成了结账 但其拍片误导大众的行为 可能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一项 控除三日以下拘留或三万元以下罚还 此外 若其行为涉嫌窃盗罪 刑法第320条第一项 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赖律师补充 一般民众若先打开商品再结账 一般店家不会太严格 通常不会认为主观上有犯罪故意 但若是故意拍片假装白吃白喝 即便事后实际上有完成结账 但影片误导社会大众 仍可能涉及散布谣言 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 除三日以下拘留或三万元以下罚还 在这个数位时代 网红文化与社群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对道德责任和社会规范的考验 网红詹姆士的事件不仅是个案 更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当下社会对于公共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重视程度 每个人的行为 无论大小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因此 我们应该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 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损害他人权益 在追求个人表达和创意自由的同时 更应该注重社会责任和法律界限 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依赖于每个人的自律和对他人的尊重 让我们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更加文明 和谐 法治的社会环境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他表示 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助手减肥 这段时间发布的影片其实都是提前录制的 回顾那些因体重和健康问题受到的负面评价 如今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体重只有68公斤的Niko Kato 更进一步揭露 他过去的一切其实都是一场社会实验 美国知名之波网红Niko Kato Ivo Kato曾在一年前的影片中坦言 为了追求更高的观看数 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健康 体重飙升至400磅 约181公斤 甚至需要依靠电动车出行 近日 他骄傲地宣布 自己在7个月内成功减重250磅 约113公斤 这让网友感到难以自信 Niko Kato自2016年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 脆出以健康的素食主题为主軸 并亲自制作影片内容 然而 当他发布了素食者10年来首次吃汉堡的影片后 收获了大量观看次数 让他发现了所谓的流量密码 此后 他依然放弃了素食主义 开始频繁挑战高卡路里的食物 如炸鸡 泡面等 这一转型迅速让他成为自首可乐的网红 他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并构置了一套价值7000万的豪华顶楼公寓 然而 随着他的走红 他的健康迅速恶化 体重暴增 与伴侣的关系也渐渐出现问题 两人的体重急剧上升 并开始出现多种健康问题 如薄其功能障碍 性欲下降等 还因过度肥胖被归为残疾人士 必须依赖电动车代步 他更罹患了睡眠呼吸中指症 影片中常带着氧气躁出现 这段时间 伴随着他们的健康恶化 两人在影片中的情绪也愈发失控 经常在影片中爆发争吵 互相责备 甚至拿书互杂 痛哭着问自己 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这些戏剧化的片段 虽然让粉丝看得津津有味 但也引发了外界 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担忧 然而尼科卡豆最近发布的影片显示 他在7个月内的体态发生了巨变 整个人受了一大圈 让人几乎认不出来 这段影片上线仅一天 观看次数就超过2000万 他表示 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助手减肥 这段时间发布的影片 其实都是提前录制的 他也感叹这段经历彷扶一场梦 回顾那些因体重和健康问题 受到的负面评价 如今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体重只有68公斤的尼科卡豆 更进一步揭露 他过去的一切 其实都是一场社会实验 他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充满争议的形象 而观众不断消费他的故事 只有围着那样的形象 你们就会继续关注我 他形容自己是个被设计的反派 而观众则成为被他操纵的棋子 不过 看到他在短短7个月内 骤蓝减去113公斤 许多人怀疑他是否依赖了 如而三pek等减肥药物 对于这些质疑 尼科卡豆并未具体解释 他的减重方式 这也让外界对他的减肥过程 充满好奇 大家对直播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